落日的绚烂余晖照耀中 珊姆威尔带着未婚妻 玛格丽抵达星坠城的码头 纳塔利 戴恩已经带着人在码头上等候多时 看着珊姆威尔挽着玛格丽走下闲梯 纳塔利的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但很快 她就强达起精神 露出礼貌的微笑 上前迎接 欢迎来到星坠城 凯撒大人 玛格丽小姐 怎么那么见外呀 叫珊姆 珊姆威尔上前习惯性地揉了揉纳塔利的头发 这熟悉的动作和语气 让纳塔利瞬间雀跃起来 之前听到订婚消息后的失落和愁苦全都消失不见 精致的脸庞上重新挂上了甜蜜的笑容 纳塔利 好久不见 玛格丽上前抱住纳塔利 又亲吻了她的脸颊 你变得更漂亮了 尤其是你选的这套礼裙 很配你的紫色眼睛 真的吗 纳塔利发现自己完全没法生玛格丽的气 裙子是母亲帮我选的 亚夏拉夫人真有眼光 能让她帮我选一条纱金吗 多恩的封纱总是容易迷我的眼睛 当然可以 看着再次亲如姐妹的两位少女 珊姆威尔暗自松了口气 不过她对此也并不意外 毕竟原著中 连千古一帝 乔佛里都被玛格丽制得服服帖帖 纳塔利这种断位的小白兔 对她来说 完全没有难度 珊姆威尔招来星坠城代理 城主吉尔 沙德 问道 道朗亲王到了吗 三天前亲王殿下就来到了星坠城 挺快的嘛 他这三天干什么了 有没有接见什么人 没有 亲王殿下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 最多让仆人推着轮椅 在庭院里转几圈 珊姆威尔沉默点头 道朗亲王看起来挺老实的 似乎是真的诚心想见他一面 一行人返回城堡 珊姆威尔喜数一番 换了身衣服 就去找道朗亲王 本来想将克利奥帕特拉丢给玛格丽照料 但想了想 珊姆威尔又带上了白龙 此时 克利奥帕特拉已经长到雄鹰大小 珊姆威尔的肩膀 对他来说都显得有些局促了 仆人将珊姆威尔带到一间靠海的庭院 院中种着一棵巨大的橄榄树 而道朗亲王此时正坐在树下 对着一张喜瓦斯 棋盘发呆 这还是珊姆威尔第一次见到这位多恩统治者 不得不说 有些失望 道朗亲王完全没有一个统治者应有的霸气 相反 他面色浮肿 头发花白 患有痛风的腿搁在铺有软垫的足凳上 看起来仿佛一个脆弱的老者 当然 珊姆威尔可不敢小瞧此人 如果真要选择一个敌人 他宁愿去面对红毒蛇 也不愿面对看似更加软弱的道朗 听到脚步声 道朗亲王转过头 用迷蒙的眼睛注视了片刻 道 是凯撒自觉吗 抱歉 我无法起身迎接 珊姆威尔微微俯身 是的 亲王殿下 您不必多礼 道朗亲王点头致意 然后看向身后的侍卫队长 道 阿利欧 让我跟凯撒自觉单独谈谈 是 阿利欧 和塔拎着长顶巨斧转身离开 他真美呀 道朗亲王看着珊姆威尔尖头的白龙 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 谢谢 珊姆威尔道 您从阳挤城大老远地跑过来见我 不会就是为了看一眼白龙吧 当然不会 但确实主要是为了他 道朗亲王用颤抖的手捧起酒杯 喝了一大口 然后看向珊姆威尔 要来点吗 纯正的多恩红酒 我就靠他缓解痛苦 坚持活到现在 不用谢谢 珊姆威尔可不会去喝多恩人给的酒 我没有痛苦 需要缓解 而且他总算知道 道朗亲王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痛风了 那是你加入这场游戏的时间还不够长 道朗亲王悠然道 等你像我一样 在这场残酷而血腥的游戏中待上几十年 看着曾经的亲人 朋友 陈属 乃至敌人相继死去 就能体会这种孤独的痛苦了 那时候 你也就离不开红酒的慰藉了 希望那天晚一点到来 珊姆威尔随口应付了一句 然后便试图将话题拉回正轨 听说马泰尔家族已经和兰尼斯特家族缔结了盟约 是的 道朗亲王坦然承认 但你应该也能明白 这份盟约并非出自我们本意 珊姆威尔撇撇嘴 不管你们是主动还是被逼无奈 但你们现在确实是在帮兰尼斯特家族 对吧 否则你只要放回河间地 谷地 风暴地三境大军 兰尼斯特家族绝对要焦头烂额 但我们也是在帮你啊 道朗亲王淡淡解释道 珊姆威尔眉头一条 帮我 难道不是吗 道朗亲王红肿的手指尖 把玩着一枚习瓦斯棋子 别否认 凯撒 虽然你表面上支持史坦尼斯 拜拉席恩登上帖王座 但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希望看到他获胜 我将三境大军放回去 兰尼斯特家族八成是应付不了全胜状态的鱼狼路英联盟 到时候史坦尼斯成为七国主宰 你觉得他会感激你的支持 还是将你这个威胁扼杀在摇篮里 珊姆威尔微微一笑 原来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欠了你们马泰尔家族这么大的情啊 倒不用这么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不是敌人 而是朋友 为什么要帮我 珊姆威尔盯着道朗亲王的眼睛 复仇 道朗亲王轻声道 仿佛害怕被人听见 正义 他将手中把玩的那枚玛瑙棋子展示给珊姆威尔看 血与火 那是没象征巨龙的棋子 珊姆威尔眯起了眼睛 你所说的复仇 是指对兰尼斯特家族的复仇 是的 泰温以为将自己手下的一条狗送给马泰尔家族 我们就能忘记当年的仇恨 道朗亲王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寒意 不 这不够 从听到妹妹伊利亚和她的孩子们惨死在军林的那一天起 我就在致力于报复导致这一切的凶手 真正的凶手 不是摩山这个执行者 而是命令的下达者 泰温 兰尼斯特 珊姆威尔问道 但我也杀了你的亲弟弟 红毒蛇 你怎么不向我复仇 不一样的 你是在战场上杀死的奥伯伦 以光明正大的方式 所以我并不仇恨你 而泰温对我妹妹的作为 是谋杀 对无辜者的谋杀 我要让她付出血的代价 珊姆威尔怂怂间 似乎接受了这个理由 继续问道 那你所说的正义呢 当然是劳伯 拜拉西恩的正义 盗朗亲王道 他是我曾经誓言效忠的君王 我不能容忍 他的王位被一个孽种占据 那血与火呢 盗朗亲王指了 指山姆威尔尖头的白龙 你有龙 这个理由足够让马泰尔家族 将堵住压在你身上了 那马泰尔家族的条件呢 你娶我的女儿亚连恩 抱歉 珊姆威尔两手一摊 我已经跟提利尔家族的 玛格丽小姐定立婚约了 我知道 我也没有要求你毁婚 盗朗亲王脸上挤出一抹微笑 你可以娶两个 娶两个 山姆威尔哈哈大笑 维斯特洛的律法 可只承认一夫一妻 律法向来只能约束弱者 当年征服者伊耿 坦格丽安不就娶了两个妻子 你也有龙 为什么不能效仿 盗朗亲王说着 将桌上的一个木盒子打开 珊姆威尔见到盒子里 装的是一顶王冠 它是由瓦雷利亚钢 打造的圆环形冠冕 边缘锋利如刀剑 在阳光的映照下 闪烁着充满寒意的微光 上面镶嵌着硕大的红宝石 火红犹如跳动的烈焰 这就是征服者 伊耿当年带的那顶王冠 盗朗亲王解释道 他怎么会在你手里 珊姆威尔盯着那顶王冠 眼神仿佛都陷了进去 克里奥帕特拉也突然激动起来 扇动着翅膀 发出无声的咆哮 这是当年戴伦仪式 第二次攻打多恩石 留在这里的纪念品 盗朗亲王眼神忧深 珊姆威尔知道 少龙主戴伦 坦格丽安 在第二次攻打多恩石 终继身死 看来这顶传自征服者的王冠 就是那时候流落到 马泰尔家族手里的 想要吗 盗朗亲王语气 带上了一丝诱惑 娶了我的女儿 这顶王冠 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 沙姆威尔的心脏 不自觉地开始剧烈跳动起来 但他还是平复心情 缓缓摇头 为什么 盗朗亲王有些惊讶 山姆威尔问道 当年少龙主戴伦仪式是怎么死在多恩的 盗朗亲王沉默 山姆威尔替他回答 戴伦仪式在第二次进攻多恩石 本来已经取胜 多恩人也同意臣服 但当戴伦仪式前来接受效忠时 多恩人却背信弃义 发动了突袭 将其杀死 道朗殿下 你告诉我 多恩人如此反复无常 我怎么能信任你们 还有这一次 你们明明已经和兰尼斯特家族结盟 结果转过头来 就想着怎么被刺狮子 我哪知道 某天你会不会把我也给卖了 盗朗亲王叹息一声 有些无奈 你就因为这个原因 拒绝了马泰尔家族的善意 哦 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 我不想娶你女儿